1.4.5.3.114.8.10 洛伊, 谢谢你, 一直在我身边。 5魂觉醒失败 把紫园还给我们 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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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货没你这样的废物 马上收拾东西给我滚 长老 请您再给唐云一个机会 明天的五魂觉醒一试 我愿意带他再试一次 不行 唐云已经废了 现在一起觉醒 只会连累你 长老要是不答应 我请洛英 就陪他一起离开 更何况 当年又不是唐家 剑府早就 够了 不要再说了 我可以让你们明日一起参加仪式 但从今往后 我清零剑府 与唐家两不相牵 当年之事 谁也不准再提 洛英 就让我 保护你最后一次吧 再见 希望你以后 在内门过得安好 长老 宣布吧 算你识下方 清零剑府外门弟子唐云 一台繁体 天资愚钝 不能决心武魂 与其 逐处剑府 不得再来 快看那边 那是 宋安 笔系最强的武魂 宋安武魂 真不愧是秦师妹啊 人美 实力也强 宋安武魂 宋安武 虽然 我决心武魂 宋安武 你干什么 躲得还挺快 都被逐出剑斧了 就别在这碍眼了 赶紧滚 你狗叫什么 我走不走 几时走 还轮不到你这个手下败将来指手画脚 手下败将 还当这是三年前呢 没有武魂的你 还跟我嚣张个毛 要我说 秦洛英还是交给我来宠爱吧 至于你 起死吧 这是 检测到武魂是否复制 蛇影 喂 刚刚你是说 谁瞎了眼 你 你要干什么 放 放开我的手 你以为就凭现在的你 还是我的对手吗 武器再强又怎样 现在这是武魂的时代 武魂 解敲 武魂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 已为您复制 武魂蛇影 那是唐云 他什么时候觉醒的 安息吧 唐云 说笑 不可饶恕 我 你怎么会拥有和我一样的武魂 狗的才跟你一样 我的鸣线比你更强 混账 居然又一次让我在大庭广众下 出这么大的仇 不可饶恕 不可饶恕 替死吧 你有没有想守护一人的心啊 这样的你 不可能赢我的 废话真多 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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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离我远点儿 哼 大骗子 你是不是要抛下我自己离开 别 不会啊 去死吧 你 你倒是替我狡辩了 你根本听不进去吗 真是用了办法 你是不是要抛下我自己离开 骆尔 得罪了 啊 检测到顶级武魂冰鸾 是否复制 果然 我可以通过接触 复制别人的武魂 那么 复制 唐 唐云 快住手 被复制对象情绪值不足 复制武魂失败 诶 情绪值 那是什么 再撒进攻 快住手啊 情绪值达到百分之一百 魂复制成功 唐 唐云 可以把树拿开了吗 抱歉 冷 冷静下来了 那 那个 不责 我们 解分吧 唐云 就算不能结醒武魂 就算是个废物 我也不会嫌弃你 大不了 你可以入赘嘛 以前都是你在一旁默默守护着我 从今以后 就换我来守护你吧 华云 只觉得说我是废物真的好吗 记得啊 你在我心中 一直是最棒的 无论如何 我都会站在你身边 洛云 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不会再辜负你的 唐云 我去叫我父亲过来 你在屋里等一会儿 看起来 我之所以一直不能决心武魂 是因为我能复制他人的武魂 这神秘的力量太过诡异 还是暂时不要告诉洛云航啊 唐云哥哥 我回来了 嗯 洛云 岳父大人人呢 没一起过来吗 唐云哥哥 有没有想人家呀 嗯 洛云怎么变得这么黏人了 不过 我喜欢 唐云哥哥 你快帮人家看看嘛 人家突然有点冷 冷 哪里冷 就在这里 快帮我暖暖嘛 检测到天品武魂 水月 是否复制 水月 不是冰暖 这么说 这个人不是洛云 这个人到底是谁 怎么混进来的 洛云呢 唐云哥哥 你在发什么呆啊 快帮帮人家忙 好好好 我这就帮你 等我去关个门 果然禁不住诱惑 唐云 遇到我 算你倒霉 我这就揭开你的真面了 唐云哥哥 救命了 突然出现了好多蛇 你不用害怕 因为 这些蛇呀 成是我弄出来的 我知道你不是洛云 快说 你把洛云怎么了 是谁派你来的 唐云哥哥 你在说什么呀 人家就是洛云啊 你快把人家放下来嘛 还不说实话 不要 不可以 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快快 父亲 唐云他真的是个心地善良 敢做敢当 负有责任感的好男人 行了 你都说一路了 一会儿 我跟他聊两句就知道了 不要 不要了 不要了 姐夫 饶了我吧 我错了 回来了 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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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自己说 唐云 你刚才和林幻 是不是意外 那个 我 父亲 都怪我了 是我假扮成姐姐的样子 才会让姐姐误会的 所以 唐云是把你当成我了 对呀 多会这样 人家才知道 原来姐姐 平时是这样跟唐云哥哥相处的呢 不要乱说 我和唐云 还根本没 够了 不要再闹了 父亲 父亲 闺女 你当真想好 要嫁给唐云了吗 我想好了 母亲 要是当初唐云没有救我 就不会有今天的秦洛因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个人 我要嫁给他 洛因 姐姐 恐怕 唐云做不了我姐夫 秦姑娘此话何意 昨天京城主派人 来向我姐姐提亲了 金家本来就未高权重 现在又主动依附浮屠战国 现在金家打算用联姻的方式 把我真武剑宗慢慢蚕食殆尽 我真武剑宗 无意与浮屠战国为敌 老爷 心正之下 咱们真的可以置身室外吗 那怎么办 难道真让我闺女 嫁给金家那个小畜生吗 我又何尝想牺牲女儿的幸福 可 父亲 我有个办法 可以让我们度过此次危机 不过嘛 就要看某人 敢不敢了 秦姑娘 有话可以直说 唐云若是办得到 一定在所不辞 既然你这么大意凛然 那我就直说了 只要你和我姐姐 生米煮上熟饭 到时候 算他们来了也没办法 生米煮上熟饭 灵花 你在乱说什么 凶死人了 你们在想什么 我说的是成亲 是成亲 成亲 成亲确实是个办法 不过 唐云你要明白 你与洛音成亲 会得罪金家的 墨亲 你放心 我现在觉醒了五魂 不怕金家 金家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金家背后的人哪 我父 伯母 你们放心 其中风险我都知道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洛音 老爷 既然两个孩子情投意合 不如 就按照灵花说的 让他们成亲吧 也断了金云龙他们的念想 嗯 有道理 母亲 不行啊 昨天我们还说姐姐没有魂配 要便宜唐云的话 怎么着也得工人招续 先立押所有竞争对手 然后 再甘愿阻我秦家的上门女婿才行 坏丫头 唐公子为了洛音 得罪那些大势力已经很危险了 还上门女婿 伯母 若是在下可以和洛音成亲的话 不在意坠续身份的 唐云哥哥 秦二小姐 你让唐某替真武建宗当挡箭牌的阴谋 我揭晓了 不过 你漏算了一件事 哪件事啊 你不该为了真武建宗的安全 就出卖自己姐姐的幸福 我参加比武 是为了证明洛音没选错人 但是 我绝不会用洛音的幸福当赌注 好样的 我闺女没看错人 姐姐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别听这个人的调不理解 没事 就算你有也没关系 姐姐不怪你 哎呀 人家全都没有那个意思啊 行了 明天就比武招亲 你们赶紧下去休息吧 是 你 唐云 重男人 为什么你们都帮他说话 气死我了 这宠物一定要蹦回来 哦 对了 我可以这样呀 姐夫 你可不许逃跑啊 哼 师兄 为何招亲要在秘境比我 在擂台不好吗 笨蛋 没看到参赛者众多吗 打擂台得花多少十日 秦家姑娘就那么美若天仙 能吸引这么多天才缺之若鹜啊 不只呢 她可是学醒了天平武魂 真武剑府又没有儿子 这可是借机吞兵的好机会 所以都派自家年轻俊杰前来试试 啊 那我们岂不是没机会了 别怕 虽然咱们实力差点 但咱们颜值高啊 敢打我老婆注意的人 可真不少啊 嗯 那就别怪我下手狠啊 信号又出发前 老婆给我的神器 天月镜 能洞察秘境之内 每个角落的神灵 映射出秘境任意一处景象 再配合上落音给我的这本花名册 就能方便快捷地找出合适的武魂 让我看看 垂坐 不行 杂草武魂 不行 怎么还有香肠武魂啊 都什么跟什么啊 等等 这是 隐身武魂 伟案 很好 又干掉两个 我看你们还敢不敢打我姐的主意 还有那个唐云 居然敢挑拨我和姐姐的感情 姐姐 永远只能属于我一个人 要知道 我从小可就在这秘境玩耍了 唐云 这回我一定能把你拿下 果然是个美少年呐 奇怪 身体怎么动不了了 动不了了吧 小宝贝 中了我的凝黑伞还想跑 来 乖乖地享受哥哥的宠爱吧 你别过来 别怕小兄弟 哥哥会让你立刻感受到 与众不同的愉悦 你越挣扎 我就越兴奋 我要开动了 不要啊 哪来的王八蛋 敢坏小爷的事 好久不见啊 李师兄 原来是废物唐云呢 我欠你少多管闲事 武魂也分品阶 你那废物武魂 休想夺走我的猎物 猎物 我可不好你这口 不过 今天这个闲事 我还都管了 既然你自寻短见 我也不介意用你的鲜血 来祭祭我的宝剑 武魂解放 维暗 小心 他的武魂可以隐身 笨蛋 闭嘴别打扰我 我自己有眼睛能看出来 反应还挺快的 可我很好奇 下一集 你还能躲开吗 你就在恐惧中被我折磨至死吧 这唐云武技好强 这么拖下去 万一再过来别人 好 对了 有办法了 你的弱点就是这个脱油瓶 到了 唐云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男人 现在看来 我们也是同道中人哪 那可不一定啊 可算抓住你了 你 你怎么还能动 不可能 神武魂根本不擅长防御 等等 这是 谁告诉你 我只有一种武魂呢 不可能 一个人不可能拥有两根武魂 你到底是谁 我 是你爹 检测到武魂 尾案 情绪值已达到百分之一百 是否复制 不复制 武魂奉制传功 这哥们儿一个刺客 凭什么敢接近我一个 待焰空的法师啊 暈过去了吗 这家伙我怎么没在 洛英给我的手册上找到 难不成是间谍 先把这小子读解了 再看看他是什么人吧 这衣服有点碍事 还是先脱了吧 好 好 好暖和 这 这里是 糟了 醒了 小兄弟 那个 要不咱先把衣服穿上 衣服 难道 六郎 我说 兄弟 都是男人 你不用这么害羞吧 不过你的皮肤倒是真的挺白挺细的啊 根本就不像一个男的 竟然看光了我的身子 还是杀着灭口比较好 不过 刚刚还真危险 幸好我来得及时 你手臂的伤口 还疼吗 原来是这样 光顾着害羞了 误会她了 况且她也不知道我是女孩子 哼 这次算我欠你一条命 但是别以为这样 我就会乖乖把姐姐让给你 好险 还好反应其实 小兄弟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 让我看看她现在的情绪值够不够 她的误魂可是个好东西 我也是真无见松的弟子 你教我消炎就行 这个四堂渊 就知道趁机占便宜 一听兄弟的名字我就知道 兄弟绝非持中物 日后必成大器 情绪值不足 无法复制武魂 行啊 你还不赶紧去争取比赛的胜利 不急不急 对了 让我看看你的伤势如何了 不用看了 已经好了 你快走吧 兄弟 别客气啊 你变态 你别过来 走命了 奥运要耍流氓了 咱们被人用阵法困住了 从洛英给的名册上看 拥有阵法武魂的人 只有英伟达了 阁下既然来了 为何不现身 唐云 我的七绝阵感觉如何呀 哼 这阵法名字挺霸气的 但是感觉也没啥实际的效用 没效果 你放心 这七绝阵会慢慢吸干你们两个体内的灵力 最后把你们吸成干尸 这人是这种阵法 看来绝对不能领阵 要把他骗出来才行 既然你对自己的阵法这么有信心 为何不敢出来面对我 难道你怕我 怕你 在那边 真是笑死我了 我乃清灵剑斧真传弟子 会怕你一个被赶出去的丧家犬 好厉害呀 堂堂真传弟子就是这么大缩头乌龟的吗 估计那里也是银枪辣头吧 混账 你别想骗我出去 我是不会中计的 找到你了 出门 刚刚不是逼我过去 是在寻找我的位置 居然这么远都能打到我 我都说了 是你太短了 唐云 你 你找 有失了 你 你 这是 隐身武魂 你怎么可能有李师兄的武魂 别担心啊 很快 你的武魂也将是我的吗 检测到武魂证明是否复制 拜拜 现在你可以去陪他吧 情绪值达到百分之百 武魂复制成功 这混蛋居然这么厉害 没想到 这么快 需要的武魂就都收集齐了 是时候执行我的计划了 可爱的小姨子 姐夫下次再陪你玩 记得多吃点 你太瘦了 哎 他什么时候发现的 唐云 你个混蛋 别跑 哼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来抢我的未婚妻呀 我乃金天昊 是千山王亲定的秦家女婿 都给我自觉退出比赛 凡胆敢不退出的 这个人 就将会是你们的榜样 哎 姐姐怎么破了 就是啊 什么情况 召亲暂停 秦伯伯 您这是终于想通了吗 要把洛音嫁给我了 我就说嘛 秦伯伯还是懂大事的 放心 我们联姻千山王是不会亏待你的 不知 不知洛音姑娘现在身在何处 是否可以遗见了 安静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小女子刚才 已经和唐云私奔了 哈 咋 死,死,死,死奔 他们二人离去之时 给各位留了口信 我给各位 慢 秦伯伯 你真武剑斧 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了呀 金小植 你这是何出此言呢 今日 我们这么多人聚集于此 参加比武招亲 现在身为奖品的秦洛英 都跟别人私奔了 这个当父亲的 却一点都不着急 真武剑斧难道是故意为之 戏耍于我们 还有你怎么办事啊 有个说法 不能被金家这小子 带跑的节奏 秦伯伯 你可要想好了 是否真的要跟在座的 各大剑斧 我背后的千山王 甚至整个紫金王朝作对 我劝你还是别用 这些小聪明了 大事不可为 小子 你给我闭嘴 所有人 你可不听好了 我女儿不是什么奖品 如果你们有能力就去争 现在跟别人战的陷阱 就开始在这里狗叫 怪不得我女儿看不上你们 这秦千军好强的气势 我女儿的幸福 我来守护 再吵 休怪老夫下手无情 我这女儿 真是给我找了一个好女婿呀 这就是唐渊留下的口信 查完之后 你们自行定夺吧 满座 朱不奉陪了 玩玩 能听到吗 没想到吧 只有你们这帮傻蛋 才老老实实参加什么比武招亲 就你们这智商还想抢我老婆 有本事就来称名的太武找我呀 我现在正逗着我一份称名中却呢 哎呦 洛宇 来 死一个 给这帮单身够看看 你凶死人了 人家才不要呢 想抠我唐渊 这回来我都非得弄死他 现在已经给你弄死他 唐渊必须死 你爹这就给你挣挣骨啊 唐渊那小子的计划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老爷还在担心吗 相信洛宇的眼光吧 他一定可以保护好咱们闺女的 他可是那个人的后代 哎 老爷老爷不好了 慌张什么 说 发生什么事了 老爷您快看 二小姐留下书信说 他也要去找唐渊 离家出走了 唐渊 你不是人哪 拐走了老夫两个女儿 云哥 你为什么有和我一样的舞会啊 对不起 洛宇 这件事 我还暂时不能跟你说 我本来就是唐家弃子 为了自保 只能先隐藏实力 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 我一定告诉你 嗯 没关系 云哥 我相信你 我去附近的湖里洗个澡 你乖乖在这儿等着 不许乱跑 不许偷看 哎呀 好啊 要不是我意外觉醒了 可以复制别人武魂的能力 我们恐怕已经分开了吧 我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升实力 只有这样 才能保护好身边的人 守护出这份幸福 估计明天早上 他们差不多也该陆续赶过来了吧 现在阵法也布置好了 就等君入瓮了 不过 今天晚上可是有更重要的事 哈哈哈 洛药已经是我老婆了 那和自己老婆洗澡 不是天经地义吗 我这不叫头盔 我这是为了保护自己老婆 我不为别人偷看 没错 老婆我来保护你了 老婆 这是 坏了这是 别人老婆 唐云 你在那儿干什么 我不是让你不要乱跑 那边有个狐妖在洗澡 别被他听见 这 老婆 你听我狡辩 你给我过来 轻点 我真没骗你啊 看我洗澡还要狡辩 真是不敢相信 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以为你是一个善良而尊重他人的人 怎么会偷窥人家洗澡呢 我知道 有时候你可能不太会听从别人的指示 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无视别人的感受和隐私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私人骨肩 我也是一样 我真的希望 你能明白这尊重你的头 不过你还可以用我尊重 我尊重 真有趣 那边才是北啊 子唐云 你到底把我姐姐骗哪里去了 老婆 你就让我在帐篷里面待着吧 我保证什么都不做 我才不信你呢 刚刚你还打算偷看我洗澡 洛音 我都说那是误会 你又不听我解释 好了 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等明天打跑那帮坏蛋 人家再补偿你嘛 补偿 好 那咱们一言没定了 哈哈哈哈 睡吧睡吧 最难对付的 应该就是金家的金天昊 到时候 我就用不止的仙兵阵法 控制住你 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香 洛音 小弟弟 快醒醒 别睡了 这里是 嗨 小弟弟 你可算醒了 我看 妖族都玩得这么刺激嘛 你好呀 请问妖狐姐姐找我有什么事啊 坏了 不会是来找我质问偷窥的事情吧 我看小弟弟眼生得很 为什么来这片森林呀 看这样子啊 她应该没发现我偷窥的事情 那就好办吧 我和我老婆来这里度蜜月 不知道这里是姐姐的地盘 都有打扰 还度蜜月 你以为我会相信这种拙劣的谎言吗 看来你不吃点苦头 是不会说实话了 说不说 说不说 说不说的 说 谁看你来的 不能最大了 小妹 要决心一些奇怪的属性吗 你在这里玩的挺嗨的吗 你 终于被我逮到了吧 快交出卒中圣仪物 还想跑 你觉得 你跑得掉吗 说吧 你把圣仪物藏哪里了 不 不知道 我再说一遍 交出圣仪物饶你不死 我 对不起了 不要紧急 我有家事就先溜了 这就淹过去了 喂 小朋友 你要去哪里啊 完了完了 你看到我们族的圣仪物了 嗯 圣仪物就在那边 嗯 哦 引去身形了吗 还以为有什么实力 真说不去 嗯 什么 这回 可以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好呀 那你可要听好了 成功了吗 成功了吗 这是什么怪物 我融合四种武魂的炸弹 居然都被破开它的防御 喂 别装死了 咱俩现在连少才能有一线生机 好 我们一起上 撤 撤 死狐狸 你卖队友 师兄 应该就是这里了 一对狗男女 来 到地狱去秀恩爱吧 小宝贝别躲了 什么 师兄小心 幸好有阵法事情 不过唐云怎么不在 你是参加比武招亲的那帮人吗 是 是又怎么样 你 你居然敢杀了师兄 我绝对饶不了你 不过今天还有事 我们下次再战 可然是个忍渣垃圾 这才是我的逃跑路线哪 薛华真的 好 美 去陪你的师兄吧 忍渣 不愧是我的未婚妻 果然厉害 你们看 我爹没说错吧 秦家的奖品 果真极品 是 少爷 今天号 他们怎么都提秦过来了 唐云到底去哪里了 难道已经被他们给 你们看 秦小姐这么大火气 是不是被那个叫唐云的小子 抛弃了 真是太可怜哪 他们也不知道唐云去哪里了 也就是说唐云暂时没事 秦小姐还真是高冷呀 怎么不回话呀 你无视我的婚书直接比武招亲 还私奔的事 我就不追究了 只要你跟我乖乖回去 要知道 我可是金家 给我闭嘴 一个娘娘瞧 啰嗦 恶心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们浪费时间 给我起开 敬酒不吃吃法酒 你们上 给我拿下他 是 再跟你们说一次 我没工夫跟你们浪费时间 什么 冰卵 废 不愧是天平武魂 刚刚觉醒就这么强了 来吧 成为我的女人吧 我保你和你的真武剑宗百年繁荣 闭嘴 你不配 完整 没用没用 全都没用 你的武魂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我劝你还是乖乖做我的女人吧 咱们结合一定能诞生出完美武魂的后代 休想 我就是死 也绝对不会沉浮于你 桃云哥哥 快来啊 鲁鱼 需要我 这小子居然还没死吗 已经获取四个武魂 是否激活武魂战开 武魂战开 那是什么 不管了 激活 情绪值不足 无法激活 这小子身为人族 居然有附属的武魂 简直就跟千年前 不行 不能留下这个祸害 还是杀了吧 这小子 我还不想死 我还不想死 我说 给我激活战开 情绪值不足 无法激活 情绪值 情绪值 你不就是要情绪值吗 好 老子给你 老子行行不苦 人入三年 不能觉醒武魂 给人家天赋 好不容易能复制武魂了 还有一大帮人 窥视自己老婆 刚刚那个该死的狐狸 还摆了我一当 现在我跟我说 什么情绪值不足 我干 情绪值 你给我激活 这时 小子 你动 小子 啊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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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我记住你了 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再好好打一下吧 对了 提醒你一下 那边好像打得也挺激烈的 作音 小美人 小美人 放弃挣扎吧 岂约连周围的空气都被冻住了 难道说 秦洛因 你臣服于我又能怎么样 至于燃烧生命去激发武魂吗 小美人 像你这种货色 我死也不会让你碰一下 好快 秦洛因斯在用高度 作为落脚顶来高速的动 好 在上面 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躲 速度竟然越来越快了 武魂 使命控制 可恶 秦洛因 你输了 乖乖的 乖乖的 唐 曲哥哥 你就是唐云 你这是什么武魂 试量控制 想要转换 这怎么可能 我的武魂居然完全不起作用 我这个可是试量控制呀 可恶 难敢 你夺老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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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你夺老骨折 本来 reveal 把大草原德拉 我们提到你 赀 好 保 阿 我 忙 欠过你了 谁 什么人 姐姐 姐夫 你们别吓我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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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醒了 好嘞 灵欢 姐姐没事 唐云哥哥呢 姐姐 别再管那种负心汗了 灵欢 唐云哥哥呢 我怕他趁着姐姐昏迷 占姐姐便宜 把他丢在那边了 什么 什么嘛 姐姐真偏心 明明是姐姐保护了那个废物姐夫 我 老公 快救我 他家姨都不是好人哪 唐云哥哥 先等我 先等我 死了 差点就被累死了 唐云哥哥 你还好吧 没事 已经没事了 姐姐 你看臭姐夫又开始占你便宜了 别怪 别这么说你姐夫 姐姐 我来的时候只有你身上有伤 姐夫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姐夫他根本就是个胆小鬼 笑给姐夫道歉 他不是你嘴里的那种人 姐姐姐夫人 灵花 你给我回来 露音 灵花她没有恶意 你别这么说她 她不也是担心你吗 唐云哥哥 不能太惯着她了 我绝对不能允许有人诋毁你 自己的亲妹妹也不行 是啊 你是我的爱人 我保护你是应该的 老婆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去找灵花 这森林还是不太安全 咱们得早做打算 嗯 灵花妹妹 好巧啊 你也出来散步吗 是 别生气了 我知道你担心你姐姐 你放心 我唐云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是 好啦 别闹别扭了 听姐夫的 回去跟你姐道个歉 我再帮你说说话 嗯 我才不要 灵花 你要是真不想跟我在一块走 我可就先回去了 等 等一下 姐夫 我 不认识回去的路 好啦 灵花 和你姐道个歉吧 姐姐 对不起 我刚才太冲动了 灵花 你要道歉的人不是我 而是唐云哥哥 姐夫 我 我 居然要对臭姐夫道歉 屈辱 这是屈辱啊 好啦 好啦 不用这么多反文辱节了 咱们还是想想 接下来怎么办吧 今天耗死在咱们手里 最好暂时不要回家了 回去必然会被金家抓住把柄 外面反而更安全 既然如此 我正好有个地方打算去一趟 看来咱们的四分之旅真的要坐实了呀 唐云 臭姐夫 封都城是咱们幻想箱最繁华的商业城市 在那里 只要你有钱 无论是珍贵的零食珠宝 还是零罗绸缎 美食佳肴 甚至传承千年的域外暗器 通购都可以买到 嘿嘿嘿嘿嘿嘿 姐夫 你当我们傻呀 封都城距离这里起码上千公里远 咱们去那边 要走到什么时候呀 呐 看看这是什么 传送网点评证 你怎么会有这么珍贵的东西 有了它 就能前往大陆各大城市的传送站 当然是有人亲自送给咱们的呀 怪不得 他们明明需要两天的路程 半天就到达了 好了 咱们下一阵封都城 出发 好耶 大人 看看我们抓到了什么 唐云哥哥 接下来我们干什么呀 封都城是南部最大的贸易城市 我们需要在这里收集一些情报 顺便处理掉金天昊他们身上的东西 为咱们以后的行动做准备 不过 为什么灵魂你会在这里呀 嗨 要不是怕你对姐姐做出一些不轨的事情 我才不愿意和你待在一块呢 自己回去 不仅路上危险 要是到了家 一定为了家里的安全 真把我卖了个砸吧 我才不会一个人回去 我看啊 你不是怕你姐出事 而是大鹿痴 找不到回去的鹿吧 你才是鹿痴 超级大鹿痴 你居然敢动手打铁膜 看我怎么教训你 大白痴铁膜 你说真是大白痴 你说你们 给我消停一点 快看那边 好漂亮的姐妹花 啊 好漂亮的姐妹花 姑娘且慢 哈喽 嗨 刚刚在那边看到你 感觉你妹妹旁边的你 还蛮可爱的 竟然是原家的大公子 他可是坐拥着 半个封都城的财富 不知 能否知道姑娘方明呢 有事 在下对封都城最熟了 如果两位姑娘想去哪里 在下可以介绍一二 保证给两位姑娘 伺候的舒舒服服滴水不漏 哇 居然是舞者 而且舞魂居然这么厉害 这下原大头踢到铁膀了 我该 谁让她忽然调戏人家姑娘 你 还请姑娘原谅 不知姑娘是个舞者在下堂哭啦 哥们儿 你这撩妹技能不行啊 兄弟 你别胡闹啊 那可是拥有五魂的舞者 哥们儿 我告诉你怎么撩妹 赶紧滚吧 别丢人了 这臭小子啊 狂什么 你要是能行 猪都能上树了 小妮 跟哥一块儿 请开卖会里逛逛吧 嗯 好 什么 我那个鬼鬼 情圣啊 这就是情圣啊 我被楷模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要为那位兄弟当我干爹 干爹 干爹 欢迎大家 光临今天的拍卖会 接下来 我会按照顺序 给大家介绍拍卖品 第一件拍卖品是 神秘的锤子 神秘的锤子 里面俊说寄宿着强大的雷电力量 只有被认可的人才能激发 不明材料的人偶 由不明材质制作的仿生人偶 十分柔软 具体用诸不详 推断为练武用具 实质的面镜 俊说隐藏着神秘而可怕的力量 但是 没有人知道它的用法 这都啥玩意儿啊 算了 走吧老婆 这也拍卖行 没正经 最后 我们的压咒货物 狐妖 那不是 上次坑我的狐妖吗 这就是我们的压咒拍品 一名高贵的 纯种狐妖 化形之后的狐妖 不仅可以当作打手 更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起拍价 一百金币 现在金牌 开始 我出一百 我出两百 我出三百 文少爷 出一千金币 一千金币 那不是和原大头齐名的公子哥 钱不苟啊 完了完了 这下这狐妖定是她的掌中之物了 嘿嘿嘿 目前是一千金币 还有加价的吗 再没人 这狐妖可就是别人的了 一千金币一次 一千金币两次 嗯 妖族 本少爷还没玩过 这回一定要尝尝心 一千金币三 我出一千零一金币 哼 小子 我警告你 玩归玩闹归闹 别跟你跟我开玩笑 这拍卖行的水很深了 你把握不住的 好的 一千五百金币 一千五百零一金币 两千金币 两千零一金币 你 小子 你什么意思 成心跟我作对 作对 唉 那倒不是 就是钱有点多 有点太占地方了 我出两万金币 啊 两万金币 这也太有钱了吧 这价格 都能买六个狐妖了吧 我不信有人比我有钱 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我出三万金币 三万 三万金币有吗 我出 姐夫 别寒了 姐姐好像生气了 坏了 光想着报仇 忘记老婆还在旁边了 既然有人这么想要 那小爷我就忍痛歌爱于你吧 恭喜你哦 三万金三次 恭喜钱公子拍得狐妖 你 你 你怎么就不要了 钱公子 快去付款呀 你不会就因为三万金要去变卖家产吧 这小子 竟敢坑我 哎呦 有钱人真多呀 是不是呀老婆 别碰我 老婆 你去哪里等等我呀 小子 看我怎么弄死你 气死我 干爹 闭嘴 闭嘴你个废物东西 你知道你得罪谁了吗 刚才那个人可是我亲爹 什么 那我怎么办 还怎么办 赶快去道歉呀 可是干爹 我看爷爷他老人家好像什么也不缺呀 我想想 有了 爹爹 爹爹 你睡了吗 别人不太想理他 不过 看看这小子想干什么 你是白天那个 怎么兄弟你找我有事啊 衣服在上 请收孩儿一拜 这啥情况 孩儿仰望您撩妹的手段 甘愿拜为义父 请您传授孩儿撩妹秘籍 这 我得知义父在拍卖行 对此胡要感兴趣 特意从拍卖行买下来 送给义父当礼物 还请义父不要推辞 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的对我 那我就勉为其难当你义父吧 孩儿 义父我这就传你撩妹绝对 学 撩妹绝学第一事 妹子不是追来的 而是吸引来的 原 原来如此 好了 你在这里慢慢体会 我离开一下 要是有人问我的话 知道该怎么说吧 义父放心 孩儿定不辱命 小狐妖 该算算咱们之前的账吗 这里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小狐狸你也有今天啊 你是 卑 卑鄙之徒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不会告诉你我们族圣一物的信心 圣一物 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 你 你想干什么 啊 唐云呢 那个人 难道是 你是 是 干嘛放心 义父正在审问妖族间隙 留下孩儿在这里等候 妖狐 难道 那陶云去哪儿了 你知道吗 知道 但是义父不让孩儿说 你确定我说 不 不 我错了 饶了我吧 不行 哈哈哈 刚才立志不是挺坚定的吗 怎么这么快就求饶了 我还有更多招式没用呢 求求你 放过我吧 你放过我吧 我错了 我把我们族的圣一物给你 求求你 你放过我吧 这是干什么的 我也想问 嗯 你在这里干什么 老婆 你怎么来这里了 怎么 我不能来这里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老婆 你等会儿 这玩意儿我还没研究 明白怎么用 你想和谁研究 我听不懂你说的啥呀 这是 哥哥 你看这些文字 我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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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残存的妖族牺牲各族皇者 培养出拥有附属武魂的人类英雄 这才带领两族战胜域外生命 重新夺回大陆 蚊子消失了 唐云哥哥 这碑蚊应该是上古的历史吧 应该是吧 咱们还是先找出口吧 好 根据祖宗秘典的记载 应该就是这里了 唐云哥哥 那道石门 我先过去看看 你跟在我后面 好 太阳什么都看不清 看来还得再进去看看 洛音跟紧我 嗯 不好 糟了 中陷阱了 唐云哥哥 小心 他过来 快点 那个绿色的条条是 只有试试了 蛇银 斩 果然 洛音 这怪物脑袋上的绿条 应该是他的生命值 只要我们能把他的生命值打没 他就死了 既然如此 冰卵 人 没有落脚点 我看你怎么躲 坠落吧 冰卵 我们夫妻连弹的滋味怎么样 再见了 牛头人 小心 唐云哥哥 这怎么可能 看起来没那么简单 你到底是什么人 竟敢来我前家撒野 你知不知道我前家在封都城什么身份啊 你 你做什么 我问你 你打 这个人 你见过吗 这不是我干爹的亲爹吗 不 不认识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说了我不认识 我问的是你见没见过 你回答的是认不认识 这么看来 你不仅见过他 而且应该和他关系很好 把这个胖子抓起来 带走 是 别 别伤害我 我告诉你们还不行吗 哎呀 最好快点交代 老夫的耐心是有限的 糟了 这怪物居然肯不死 我和罗云的体力不多了 不能再拖下去了 唐云哥哥 我发现每次这个怪物恢复的时候 额头附近都会发出一丝绿色的光亮 怪物的头部一定有弱点 一会儿我先上 你注意配合 JJ www.5ким 走龙阵 封印 vosu 报应 快 清贯 是吗 兵 刹 小肉 狙 丁鸾斩 果然 不同属性的五魂之间 是可以配合的 应该就是这里了 再见了 这是什么 姐姐姐夫 你们去哪儿了 谁 谁啊 阿甘妈 我是那个儿子 有个性基的老婆正在城里找你们 你说什么 阿甘妈 你快走吧 我个儿子已经被他们抓了 现在正带着他们往城东走 您跟着我 我们从城西走 慢着 你先跟我说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天色不早了 你还是不打算说实话吗 要杀就杀 我全部狗要是皱一下眉头 我跟你姓 没关系 灭魂之术老夫也略懂一样 待会杀了你 再折磨你的灵魂也是可以的 混蛋 你给你装个什么呢 干爹 你怎么在这里啊 难道你也被抓了 你个春菜 唐云那小子 真值得你这么做吗 你才认识几天 前辈 我干儿子脑子不好 还请您不要贱怪 我这就带您去找唐云那个贱人 不过 还请您满足我一个小愿望 哼 你讲 那啥 听说唐云有个小姨子 长得十分漂亮 身材又好 性格更是温柔大方 不知 你 能否让你也体会一下 他的温柔 你 你 你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温柔啊 去死吧 你 你到底是谁啊 白天不是见过吗 在拍卖行里面 我不是为这个呀 待会 我把那些人引开 你趁机跑到原大头的家里 咱们在那碰头 不行 不行 他们人好多的 你一个人不行的 你看 这回呢 我去 这也行啊 真大头带着那小子跑了 大家快去追 可他们往东跑了 是 不许叫我二奶奶 叫我女王大人 好的 女王大人 感谢女王大人救命之恩 好好好 从今天开始 就做我的小弟吧 对了 我姐姐和姐夫呢 回女王大人的话 你姐姐和姐夫变成光 消失了 老婆 你说 会有什么暴物呀 不知道 注意安全 喂 喂 喂 混蛋 又是那只死狐狸 她居然也跟着进来了 没想到 打开秘境的居然是个人类 谢谢你们 帮我得到秘宝 我先走了 你们 就在这里慢慢等死吧 站住 可恶 刚才战斗消耗得太大了 没找到出去的路吗 唉 没有 露音 你说 咱们要是真一直出不去 可怎么办啊 别担心 唐云哥哥 一定会有办法的 就算真出不去了 不是还有我在这里陪着你吗 露音 本来打算等一切尘埃落定再给你的 露音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你 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愿意 检测到剩离物 情绪值达到百分之二百 是否进行修复 术术 我们出来了 唐云哥哥 我们赶紧回去吧 灵化自己在客栈太危险了 老婆 不急 等我一下 不记得 丢在这里来着 有了 本来不打算用这契约的 既然你自己作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小狐狸 几次三三来惹我 今天 我就要报了这个仇 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居然被我找到 这就是传承千年的 秘宝 什么 这里是 这七月真是 太酷了 唐云哥哥 你打算看到什么时候 洛音 这狐妖坑我好几次了 我这不是怕她再算计咱们吗 把奴隶契约给我 你赶紧回客栈去找灵化吧 她一个人 我不放心 好 不过 洛音你千万要小心啊 这狐妖 诡计多端 你 你一定要好好治治那个狐妖 她肯定居心不良 知道了唐云哥哥 你快去吧 别让灵化乱跑 总算把唐云哥哥哄走了 坑我唐云哥哥也就算了 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勾引唐云哥哥 狐狸精 看我怎么让你知道谁才是主人 别着凉了 先把衣服穿上吧 看起来这个女人 比那个男的好对付多了 谢谢姐姐 要不是姐姐 我说了 把衣服穿上 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吗 来 把衣服穿上 你以为我不想穿吗 穿衣服的时候 为什么先穿裤子 大佬 给个痛快吧 师兄 咱们非得去追那个唐云吗 唐云不重要 重要的是秦洛因 想得到真武剑宗的方式有很多 怎么非得要这个女人 你错了 城主大人从一开始要的就是秦洛因 真武剑宗总是有办法对付的 但天品武魂的女子 可是珍惜资源 只要得到一个 那就意味着后代会诞生出 数不尽的同样天品武魂的武者 原来如此 不过金城主的儿子死了 没关系嘛 据我所知 与金城主跟金少爷同样武魂的武者 就不下十名 并且全都是城主大人的后代 死了今天号又算得了什么 重要的是全新的天品武魂 对了秦洛因不是还有个妹妹 她妹妹的武魂呢 没听说过她妹妹的武魂类型 估计不会太强 这样啊 你你是谁 我就是你口中那个没有很强的 秦灵画哦 对了 我的武魂和姐姐一样 也是天品哦 好 这样一来 最后一个追杀姐姐和姐夫的人 也被我解决了 姐姐姐夫 你们放心逃走吧 董事的我 会帮你们处理好一切的 为什么 为什么我在哭 我 我才不是因为姐姐和姐夫 丢下我才哭的 从小我已经习惯了 没错 习惯了 从小就是这样 大小姐 真是天资聪颖啊 爹地爸爸 乖女儿 整个真武剑宗 从上到下都在关心姐姐 没有一个人关心我 为了得到父母的关注 我故意在家里各种捣乱 但招来的只有无尽的责骂 即便如此 我也十分满足了 毕竟 我就像是这个家里多出来的人 臭姐姐 臭姐夫 竟然你们都不要我 那我就要靠着自己的能力 成为真武剑宗的女皇 小鸭子骗子 糟糕 还有陆网之鱼 你去死吧 没想到 我知道女皇的计划 这么快就结束了 狂风崛西斩 姐夫 你们不是不要我了吗 你这丫头 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们什么时候说不要你了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 你知不知道你就死了 还有 你的武魂不比你姐姐差 别总在外人面前用啊 刚刚回酒店没看见你 我都急死了 姐夫 原来姐夫和姐姐 他们一直都在关心我呀 不是 你傻笑傻 你到底听没听我说 知道了 检测到五魂 水月 情绪值百分之八十五 等等 情绪值居然这么高 这不是复制菱花五魂的好机会吗 我得想办法刺激一下它 菱花 姐夫有个事要问你 菱花 你想不想跟你姐姐一直在一起啊 想 我想跟姐姐一直在一起 哦 那你就跟你姐姐一起嫁给姐夫吧 这样 就能永远跟你姐姐在一起了 情绪值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其实 你是喜欢我的 就是你自己没发现 你喜欢你姐姐 你姐姐又喜欢我 是不是说明 你也喜欢我呀 其实 我是喜欢姐夫的 只是我没发现 情绪值达到百分之一百 成功复制五魂 水月 疼疼疼 好了不逗你了 这回轻松点了吗 快点变回原来的菱花吧 你 臭姐夫 你居然敢调戏我 看我不打死你 好啦别闹了 你姐姐还在等咱们回去呢 那 我来牵着你 这样 就不会再迷路了 哼 灵花 姐姐牵着你的手 就不会迷路了 姐姐 我最喜欢姐姐了 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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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走了 嗯 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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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可还不是刚才给她吓傻了吧 赶紧带到洛音那边去 让她姐姐看看 洛音 我把灵花带回来了 灵花 灵花 你可算回来了 我离开这一会儿 到底发生了什么 洛音 你对这妖狐说了啥 她怎么这么听话了 灵花 哥哥 你想知道 不不不我不想知道 绝对不能让洛音生气 忽然会死得很惨 狐妖 把宝箱拿出来吧 是 好身材 可恶 福利没了 这真是 好厉害的魔法嘞 这玩意儿到底是干嘛的呢 嗯 这里是 这是圣遗物在指引我们 这地方 好像是幻想像的边塞城市 你去过 没有 不过我听说过一个传闻 什么传闻 我听说 那座边塞城市的统治者 是一位女帝 传闻 潘西之城的女帝 不仅实力极为强大 性格更是喜怒无常 好 圣遗物中石板上记录的东西 应该和唐云哥哥有关系 为了唐云哥哥的安全 必须得去看看 唐云哥哥 我们去看看吧 好 可是有个问题 就是 这个锚点只能传送三个人 咱们有四个人 怎么办啊 只能 只能 传送 三个人 我 姐夫 我虽然小 但是还能长大的 不要丢下我 放心 不会因为你年纪小 就丢下你的 姐夫 我变我变 我再变 哇 好可爱啊 姐姐 我喜欢这个 既然如此 咱们就出发吧 前往太息之城 干爹 女王大人怎么还没回来啊 啊 我懂了 这是女王大人对咱们的考验 什么意思啊 女王大人现在还没回来 就说明 她已经去远征其他的土地了 那么作为女王大人的小弟 咱们就应该把这座城市好好搭理 争取未来有朝一日 女王大人回来的时候 可以直接接管这座城市 原来如此 原来是这样 快 咱们赶紧把钱收集起来 赶紧把这座城市卖下来 也是 山殿 奇怪 这守城的 怎么都是女人啊 你好 请缴纳入城费用 每人十金 入城怎么还要收费啊 而且还要这么贵 小姐第一次来吧 这里是幻想箱的边塞 军费就特别贵 我们又是完全自制 是 女帝大人才出此下策 还望见谅 而且 我们规定向来不收平民的钱 但看几位的穿着 应该也不差这美人十金吧 看来 女帝不止武力高强 管理能力也是一流啊 怪不得能守护这里十年的和平 确实 不差这点金币 边下的战士 我们必须支持 这是三十金币 还请收好 难得的美色 你怎么没下手啊 算了吧 人家有主人了 不过真可惜了 这么好的事 忍着这欺人太甚 非不让男人住在房间里 只能住在马厩里 再也不给吃 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城市 洛依 要不咱们换个城市吧 这破秘宝不要了 不行 我必须要查清楚 唐云哥哥那个状态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 唐云哥哥 我们这不是给你送饭来了吗 不就是女尊男卑吗 你就忍忍吧 主人主人 我已经查清了 要是第二块碎片 在探西之城的城主府里 城主府守备森严 平日里我们很难进去 不过今天晚上 正巧探西之城的城主 要举办生日宴 咱们可以趁机混进去 只不过 宴会只让女性进入 主人的配偶可能进不去了 洛依 我有个办法 姐夫 不行 不可以 姐夫 你这也太搞笑了 怎么了 我现在这状态 从哪看得出来我是男人 确实不是男人 姐夫 你现在只能被当作变态 没有什么武器的 嫉妒我的凶肌比你的大 你看 刚刚楼下不是放我进来了吗 变成女性是个好办法 不过现在这个肯定不行 姐姐 要不咱们帮姐夫女装吧 姐夫的品位有待商趣 你以为洛依和你 也只能如此了 啥 你们要干什么 不要啊 救命啊 你们不要过来啊 快看 那两个姐姐好漂亮啊 不知道是哪家的姐妹 没见过啊 小姐 我们到了 什么 这么漂亮居然只是个丫鬟 我的个乖乖 那小姐得多漂亮啊 天女 太给劲了 姐夫 你看我就说 你今天绝对是宴会上 最靓的牛吧 明花你就饶了我吧 待会儿咱们分开寻找 找到钥匙碎片 立刻离开 好 他要在馈 我得到钥匙碎片 那一点 吃ه 你